电影黑豹已累计超过了6300万美元的票房记录 获得了票房五连霸的称号 不过呢 在上个周末 电影《环太平洋2》 创下了美金2800万的票房 也超过了黑豹1100万美金 并终结了黑豹票房六连霸的企图 看超大机甲猎人大战怪兽 《环太平洋2》延续上一集的电影风格 主打人机合一作战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《环太平洋2》不仅由全新导演接手拍摄 更将故事背景搬到中国 为电影注入浓浓的中国元素 专家预估《环太平洋2》在未来几个星期 将会遇到其他强骗的挑战 但是票房势头依旧会非常强劲 总策新闻 李宗谣 刘欣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白氏 白氏